对于这一事件,今天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林建月和香港旅游业议会的总干事董耀忠分别都公开表态了 董耀忠说,不建议香港本地的旅行社赔钱,而应该向内地的旅行社追责 旅游业议会指出,类似事件今年越来越多,认为旅客应该向内地旅行社所偿,不建议本地旅行社赔钱了事 董耀忠指出,旅游业议会作为中间人会协助旅行社向旅客解释 如果未能解决问题,会向内地旅游局反映,要求处理问题 祝香港记者老友林于华报道 刚才那位维权的内地的游客愤愤的说,他们在内地不是一般的老百姓,我们都是有身份的人 这句话听上去好像特别的扎耳朵 这几年消费者过度维权的事情,时有耳闻 从机场的霸机到现在的霸游 在旅行当中出现计划外的事件,其实是在所难免的 消费者憋气,窝火,这我们全能理解 一方面,旅行社应该尽量的提高自己的服务水平 这叫本分 另外一方面,游客也要学会换位思考合理的维权 这才是解决之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